Kickab 在駝駝駝坐月 甚至照顧駝駝的時候 一定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要有什麼 不可以做什麼 可以吃什麼 不可以吃什麼 在現代中醫的角度 又有什麼建議呢? 今集繼續有我余峰和彭淑儀中醫師 跟各位媽媽說大家最關心的就是上奶 關於母乳的問題 彭醫師想問一下 生完寶寶之後 很多東西要準備 當然最緊要就是餵奶 很多媽媽都非常關心這個問題 究竟我的奶怎樣上奶是最好的呢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吃了 可以多了量 又或者是不是真的吃完之後 就會多了很多滴滑舌 都會保持著都是這麼少的 其實中醫認為 媽媽的奶是很注重 看看媽媽的體質是什麼 一般奶多與少 就似乎媽媽身體的脾胃功能好不好 還有乾氣順暢 因為這兩樣都會直接影響到我們的乳汁分離 如果脾氣比較虛的話 平時已經有很多消化不好的問題 例如功能不是那麼好的媽媽 通常生完寶寶的奶汁都會比較少 至於乾氣比較鬱潔的媽媽 通常都是心情比較抑壓 或者情緒比較波動 會令奶上不了 這方面我們一般就利用梳乾 健脾氣的方法來幫媽媽上奶 在想多點奶的時候 有沒有哪些食材可以特別去挑選一下 我們建議媽媽多喝湯湯水水的東西 就可以幫助我們的乳汁分離更好 可以用一些乳湯或者豬腳 這些膠原蛋白比較豐富的食材去熬湯喝 都可以幫助我們的乳汁更多 那有哪些食材一定不能吃的 通常有很多人都會說不可以吃花膠 這些東西都會令到濕奶 這個情況都是要注意的 還有不要喝太涼的湯水 例如瓜菜湯都盡量避免的 即西洋菜、冬瓜 這些最好不要出現在我們的湯裡 所有寒涼的食材都盡量少吃 例如涼茶這些都一定不行 可以建議媽媽吃 例如雞精 這些都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媽媽喝了 鼻胃、氣血都變好的時候 奶自然油多 例如好吃一些太油膩的食材 也會令到我們媽媽babyeess 打起燥肚脂 ז is有影響的 也有很多媽媽問 還有一些食材可以去停止asia 我們一般用麥芽 炒麥芽水 飲起來可以幫麥芽 sac pig 一般不太胃的食材 自然乳汁也會慢慢分泌越來越少 但記得要排空乳房 否則會容易造成乳腺阻塞的情況 補身的時候也要很留意 因為如果過度去補的時候 甚至會出現乳腺發炎的情況 所以不要太過度去補 大概用4-5碗水煮成兩碗 早晚各一碗 另一種是用豬腳一枝 淮山一條 青木瓜一角 花生 山薑片來煲湯 又來到送禮時間 大家記得要齊齊一下的步驟 我們會送出由康程現代中醫診所提供 一致的醫生服務 有甚麼方法可以先去水腫 剛才提及過 皮膚會令人頭腫 首先我們一定要先幫媽媽健皮濕 以很多中藥的方法都可以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